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三十岁 工作的话是建筑管理 月收入大概在一元二左右 我老家是重庆滇江 目前在重庆已经自个房 也有一个逮捕车 我的性格还是比较随和吧 于事情的话不太慌 比较从容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比如说在做之前 我可能会想一些就是不好之处 当出现不好之处 然后咱们应对这个事情 对工作的话是比较严静的 因为咱说呢 我们是属于干的那种技术嘛 对家人方面的话是比较重感情 重责任 互相尊重 以及互相保障 我的业园还是有比较简单 在下班的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会看一些书籍 会让自己紧一下来吧 其实呢就是跟朋友在一起可能喝茶呀 就是谈一些别的啥的事情呢 还就是然后偶尔会跑步 运动一下 我现在是处于礼仪 原因是因为这个性格不和嘛 可能是因为在思考问题上面出现一些分歧吧 爸爸现在跟着我嘛 然后现在起水 再上小学一年纪 是我父母帮我带 这我要求其实不太可以啊 我觉得让对方就是散接任意嘛 就散接任意的大度 双方在一起 然后互相尊重 以及互相保障 首先他只要有份工作 他有他的这个交集权 男嘉宾则有要求 善解人意 大度 互相尊重包容 有工作 针对男嘉宾的这些要求 咱们编导最终会为他匹配到一位怎样的女嘉宾呢 本期交由女嘉宾李建秋 30岁 重庆泳川人 身高1米7 服装店销售员 月收入4000多元 未婚 大家好 我叫李建秋 是本期的女嘉宾 我今年30岁 然后从事的是服装行业 现目前在我的老家泳川工作 月收入可能在4000多到5000的样子 我身高的话差不多是有170 我的性格的话是比较乐过开朗的 跟朋友经常去玩啊 去旅游 捡点打卡呀 然后他们有事情的话 也喜欢 就是找我聊天 以及遇到什么事情的话都会跟我讲 因为我从小的话 就是跟我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然后我呢 相当于说就是留守儿童 我选择在老家工作的原因也是在这儿 就是希望能照顾到他们 因为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嘛 我也希望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希望他们晚年的生活是幸福的 我的兴趣爱好的话 比较喜欢运动一点 我觉得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 然后呢 运动呢 使我们就是皮肤可以变得更好呀 然后身材管理得更好呀 我的一个择务标准 因为我年龄现在有一点偏大 然后呢 对对方的话年龄可以稍微比我大一点 有孩子 没有孩子都是可以的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能养家糊口 还有就是有房有车 他的性格要温和一点 因为我家里面有老人 我平时会照顾他们 我也希望男嘉宾和我一起去照顾他们 女嘉宾则无要求 有稳定的工作 有房有车 性格温和 孝顺 其实女嘉宾在不久前已经来凡人有喜相过亲 两人刚开始相处也还融下 可由于女嘉宾近两年内都要留在永川照顾年迈的奶奶 男嘉宾担心两人的感情会因此疏远 最终没能牵手成功 而这一次男嘉宾和女嘉宾的匹配指数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他们今天的约会又能一帆风顺吗 刚男嘉宾是给我们打了电话 说已经到了 我们看看 白色衣服 那个应该就是男嘉宾吧 刘伟 是不是 你好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辛苦 来来来 我往前面走两步 别人感觉还是那种很阳光 这种阳光高大的一个帅小伙的箱子 今天是有特意打扮一番吗 因为我看整个穿得还挺清爽的 我觉得得体一点 对别人的尊重 现在什么样的心情 首先肯定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其实的话如果说用一个成语形容的话 应该是喜出望外吧 你看了照片没 女生的照片 有看过 感觉如何 挺好的 挺好的 那现在还是很期待能够接到她 是不是 对 对 对 因为我看了你的资料 我是了解到过去你是有一段婚姻 对吧 现在说的是离异了 孩子也是跟着自己 其实归根结底 可能就简单几个字 性格不好 但是肯定是居于某件事 对吧 对 对 就是说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垃圾的事情 就是说你吃完东西是不是应该顺手放在垃圾桶里面 或者然后你就放在兜兜里面 然后完了之后你可把手甩掉 但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没太注意或者什么的 然后就随意就闹下了 你做这个事情我不太理解 然后完之后我就会反过来说你为什么不理解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一种细微的问题积累在身上 然后可能一天然后哪天不高兴 然后就爆发了 就爆发了 是吧 对 那你看过去经历过一段这样的婚姻 如果现在再早了 对于你的择偶要求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吗 对 针对我曾经的婚姻我还是表示遗憾吧 然后的话有个曾经的一种过往 然后现在目前对于下段的婚史的话 我觉得首先都是说大家摆着态度 就是过日子的态度 对吧 小事情我们就不要一直提 小事情咋说呢 就是说你能处理就处理对吧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互相彼此尊重嘛 那么大事情我们一起商量 当我们出现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话考虑到大举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商量这个事情 比较疏虑型的嘛 就是说我的性格上面疏虑型的 就是比较理解嘛 就是说你应该作为女人该有的 就是说一种我老公在外面比较辛苦了 应该该理解或者有难处什么情况下 换问思考一下 那对于一个外在形象之间呢 每个人都有一颗安美的心 现在女嘉宾都挺漂亮的 都挺漂亮的 然后没有太刻意的要求 行 那个就像你的情况呢 我们应该大致也了解了 我们的女嘉宾呢 其实已经来到现场了 也等了好一会儿了 要不然我们先去跟她见面好不好 那个少等一下 因为今天过来有点匆忙 有没有为女嘉宾这边带什么礼物 我先去买这杯水吧 看也没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可能我觉得会 准备得更加的好一些 好不好 那你先去买水 然后呢 我们也把女嘉宾带过来 好 好吧 走 看来男嘉宾还是一个细心的男人呢 我想要买孩子哦 一般我也不知道买啥子 小哥买水还是买零食的 今天我跟那个女嘉宾见面 跟她见面买了啥东西合适呢 买一个水 然后买一点零食吧 以前都可以嘛都等到这种 手打水嘛 这瓶呢 那女嘉宾 那女嘉宾 收钱帮到账三十一卷 送女嘉宾 好好好 谢谢 而就在男嘉宾买饮料的时候 咱们的女嘉宾也已经到了重庆北站等候 水已经买好了是吧 对对对 买了这么多瓶啊 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一个穿绿色大衣的女生 哦 看见了 这就是女嘉宾 我都觉得也好冷静啊 整个人就 哦 看见了 第一印象怎么样 可以啊 你冷静的让我简直接不上你的话 问问 所以你平时性格就是这样吗 是一个比较稳的一个人吗 呃 对 你感受不到你的 一个情绪上面的起伏 来说说身高感觉怎么样 身高一米六几百 嗯 肯定有 身材呢 挺苗条的 挺苗条的 对对 穿着打扮呢 小清新吧还是 嗯 穿着的话 搭配的话 是那么不简 还是又比较时尚的 嗯 就远远看着 第一印象能打多少分 95分 95 哦 那相当高啊 嗯 那这样吧 你看女生也等了好一会儿了 估计呢 也看到我们俩站在这个地方了 那你能不能自己主动走上去打个招呼 然后做个自我介绍 可以可以 但是我真的要提醒一下你啊 嗯 你现在跟我聊天这个状态 嗯 如果你拿这个状态去跟女生聊天 真的会让女生感觉不到你对她的这种满意度 你相信我女生都喜欢听对方表扬自己的话 是的 是的 好 去吧 两人马上就要见面了 可男嘉宾内敛的性格 会让他们的第一面 陷入冷场的境地吗 哎 你好 女嘉宾啊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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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个我叫刘伟啊 呃 今天可能走着人匆忙 没带什么礼物 我想给你买了 买了两瓶水啊 你可口了吗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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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周朵的 哦 你是从哪儿来的吗 我从庆这边的 然后我现在这是项目在这个成都这边 哦 因为我是工程嘛 啊 是工程人管理这个办块 然后今天是从成都这边过来嘛 哦哦 但是家是重庆的 哦 然后也在重庆这边 呃 就就 娃娃他们的从那边进去嘛 哦 我是重庆的本地人 但是我是重庆永川的 我在组成 哦 我今天也是特意过来 因为 哦 你也是在永川那边过来的 从他的这个原型局之后看出来 他其实 呃 挺大方哈 在处理问题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很满意 你还是挺有心的嘛 从成都那么远然后过来的话 是是是 因为我也是然后接到电话 然后 哎 就是说对方女嘉宾 确实比较满意 然后大家肯定 全部珍惜好 一起珍缺好这个 这印象挺好的 挺累一点的也是 我觉得男孩子感觉还挺高的 啊 长得还不错 就挺帅气的看着 我可能得打慢一下 我都没有打索了 就对 我看两个人跟他还聊得挺好的 我还担心两个人会不会很尴尬 结果完全没有 也没有那种陌生感 然后两个人就 坎坎而谈了就聊起来了 我觉得可能你们两个之间呢 还有很多的话需要去了解 是不是 毕竟相亲嘛 要聊的东西挺多的 但不能站着聊呀 要不然找个地方坐下来 行不行 那我们走吧 好吧 好吧 看来两人对彼此初步印象还是很不错 然而就在他们坐下来详聊之后 两人之间就为何频频产生矛盾呢 这一切还要回到两人刚到餐馆时说起了 我现在七岁嘛 我不是很建议这种孩子 只是说想了解清楚而已 哦 哦 那个孩子是跟着你吗 还是跟着你前妻呢 现在跟着我啊 现在跟着你 对对对 像小姨 小姨一点紧 哪个在照顾她呀 你父母在照顾她吗 相对说 哦 现在目前他们那个婆婆爷爷在照顾 嗯 有啥这原因分开呢 就是 离婚的一个原因的话 也能看出就是一个人的人品 所以还是想在生日了了解一下男嘉宾 千言万语吧 回程一句话 我觉得可能行动更不好吧 在生活上面对吧 然后可能大家过去 生活喜欢还是成了一些不一样 生活上面然后还是游戏不一样 你觉得的话是你包容她多一点 还是她包容你多一点呢 我 我觉得比她多一些 哎 像比如说回两家那种 就是 12块 比如说然后 哎 你们那边亲戚或者是他们对吧 我觉得然后都按照你这个思路来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那边亲戚长个样子 对不对 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来 应该是属于活力嘛对吧 但是然后 觉得然后我的安排不太拖荡 比如说然后你吃东西 然后你要用餐饮芝麻 然后完全你都暖帅 那种行为习惯 刚开始然后吃 有点点的我有点 有点点然后那种行为 他都看不惯或者那种方式 就就就帅连了 或者那个都 他都不安逸嘛 就是不分敞 后就可以然后 劈了感觉 然后反正脸一帅气 那种感觉 我也很坦然地然后面对 今天离家边亲戚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孩子然后好基础的 我也是这么会要他 因为然后大家彼此性格不合 确实没得了个缘分 然后住在一起 如果是患者 我都还说我在外面 我会去跟你说这个事情 但是我会不是 年轻的时候 嘿好这种 我说你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是不正确的 那样的 对 可以说啊 他不能说啊 肯定可以说啊 你会下来说 我都能够接受啊 大家年轻的时候 他都不能接受 如果说在我们相处的过程中的话 其实在外面的时候 我是不会这么说的 但是我会朝前面 比如说发个那个微信啊 或者说在耳边思域 会会接种提醒一下下 就是人嘛 没有十全十美的 都有犯错的嗜好 是很多的事情来自于沟通吧 我看到年轻的时候 在初恋这件事情上面 也挺满意的 他说 他离婚的原因的话 不是他的一个重大过失 只是生活中 难免有些刻刻碰碰嘛 我觉得这东西 都可以相互的理解 相互的沟通 其实都是可以 很好的去解决的 他在这个处理问题上面 还是挺保障 挺善解任意的 可以看得出来 也不太要懂 举小姐 我感觉以后 相处会比较轻松 刚开始 两人聊得还挺投机的 大家熟络之后 女嘉宾也接连提出了 几个自己担心的问题 你刚刚说从成都过来 你还是会回来发展吗 还是说在哪边 发局去发展 今天我俩有缘分在一起 对不对 你觉得重庆 比较适合 成都比较适合 我们在这个地方 选择起安家 我就多亏 这个不存在这 我现在不行 你没得法 然后跟你回答 然后很全民 就是说 必须定居在那儿 我们家有个老婆家 就是我婆婆 她在老家里 然后 那是我爸爸妈妈在外地 然后呢 我又要找过她的原因 所以说我可能 尽量要在这里吧 但是可能会长年 你顶居在涌川 我不会因为你去奔跑 所以说就是那一块 就是小伙认不建议的话 针对女嘉宾 两年内都要留在涌川的这一点 男嘉宾会建议吗 要知道 女嘉宾之前的相亲 对方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而选择了放弃 说心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 因为两个人 你日子里要两个人过了嘛 是不是 李嘉宾刚才提到了 还有两三年 如果不来重庆的话 这个其实我还是比较介意的 因为毕竟感情嘛 是要培养的 人都不在一起 很难得培养出感情嘛 如果这一点 我两个三年不到一致的话 可能在一起的几率的话 就有点渺嘛 那么今天这位男嘉宾的态度 又会是怎样的呢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老公 要补肾 老公 要补肾 老公 要补肾 要补肾 要圣经 补肾就要补肾经 中华老字号 男人的制宝 制宝三边九 中华老字号 中亚牌制宝三边九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路融 海马 河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补血生经 健脑补肾的功能 治疗体质虚弱 神经衰弱 腰背酸痛 用脑过度 心血头晕 经济健忘 自汗虚汗 胃寒失眠 面色苍白 继续实检 十大病症 一瓶药酒 刺中诛治功能 一瓶药酒 治疗十大病症 马上喝起来 身体强起来 男人喝好酒 治暴三边 肾亏肾虚 会怎样 你又从心 感觉身体被掏空 肾亏肾虚 会怎样 胳膊底发软 拿不起精神 干啥都觉得累 肾亏肾虚 会怎样 健忘 刚刚还拿点手机 一会儿就忘记放在哪里 老了 中亚台 治暴三边酒 采用路边 海狗边 狗边 路红 海马 河界 人参等20位名贵药材 萃取制成 国药准刺OTC 经严格审批 明确具有 骨血生精 剑脑不慎的功能 降价了 降价了 药品 降价了 中亚治保药业 90周年大庆 治保三边酒 原价159元一瓶 现在直降100元 只要59元一瓶 仅在分次特费活动期间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医疗程 加1元可换购1瓶 加3元换购3瓶 腰背酸痛 戏需时简 怎么办 伤筋 致汗虚汗 胃寒失眠 怎么办 有膳 神经衰弱 喝一点 腰背酸痛 喝一点 贫血头昏 喝一点 经济健忘 喝一点 刺汗虚汗 喝一点 治保三边酒 20倍名贵药材萃取制成 国药准自OTC 药界酒力 酒注药制 真材实料 品质见证 不管你是 甚亏甚虚 还是体质虚弱 或者腰背酸痛 治保三边酒 都有治疗作用 中华老字号 国药准自 治保三边酒 补血生精 尽脑补肾 只要五十九 只要五十九块钱 值了 我一千买 治保三边酒 都要一百五十九万钱一瓶啊 补肾就要补肾精 男人就靠精体神 腰杆直 凶肠品 做个真男人 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锡牌中药补肺碗 每天两碗补 强肺功能 不 没得事啊 因为我觉得 然后首先 本身小危险啊 你能找过你们 婆婆啊 你能找过你们婆婆 我觉得这一方面 做得很好的是吧 本来这个事情 只应该这样处理 然后你父母也不在对吧 然后完全你能担起那个种子 那个担子 一般的女人 还是很难吃一下这个哭的 然后现在目前 交通也能够方便对吧 然后你说 你说然后 这个感情堆了 或者就是让大家整个面 不存在啊对吧 都很快的 然后说什么我并不是说 哎我的女人都是 对不起的 在我在 算到我这个身边 或者那个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肯定我也理解 然后完全不存钱 那么钱 你确实要去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沟通我就得 可以协商 可以商量嘛 反正这种事情来 对对对 也不是说完全 所有的第二个 或者说我完全会在那边 其实有时间 还是可以一起嘛 对对对 所以这就行吗 对对对对 北山小危险 我觉得他有点 做得非常不错 第二个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刘家宾很有责任感 那嘉宾开始 就是也非常肯定的哈 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百善以孝为先嘛 就是老人家这一块的话 我跟男嘉宾的一个想法的话 还挺契合的 虽然说 从永川到成都 有那种直达的那种车嘛 但是你觉得我们 比如说好久见 或者合适啊 我也有几天家都没得问题的 相当于说你的时间 是你自己安排的 所以说如果我有时间了 我想去找你了 你就可以腾得出时间的 陪我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我到永川这边的话 也没得问题的 因为还是挺方便吧 因为我觉得高铁 高铁程度到从前 也不会过小时 男嘉宾的包容 让这个难题成功得以化解 然而接下来 女嘉宾就问出了一个 更犀利的问题 如果说我想要一个小孩 你又没有考虑 在谁一个小孩里打算 可以啊 因为娃娃其实也是 家庭里一个牛仔嘛 经济来方面 还是没得好大的压力 是因为现在说实话 孩子的教育方面的话 还是经济压力比较大 就是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 肯定都是家人哈 然后你说 然后比如说 我的经济要处中一点 对不对 然后完全都在家里面 一起分担啊 这个无存的 并且你也在上班 对吧 我们大家彼此都在上班 虽然现在目前 是一万二的这个手术 但是咋说来 我也有开支对吧 娃娃的开支 然后都是我自己家庭的开支嘛 那么比如说 然后娃娃娃后面 就剩个十千五千对吧 这两个孩子 你压力还是很大的 这是 对呀 压力大 然后这不是 然后一起分担吗 对吧 你怎么能把这个 担子然后都推到我身上 或者对 然后你都然后 全部全部 然后玩着包完 对吧 没有没有 这个事情 然后我觉得 对 我自己能力也在上升 然后工资也在改变啊 而且然后玩着 家庭才说的 家庭然后是大家双方的 对不对 然后玩着 你也在付出 我们大家彼此都在付出啊 你是希望我分在哪一个板块 希望你把生活的开支 然后那个板块 你是说 我其实更大头的就是说 哎 生活的那个板块 如果说 非按那个比例的话 你说 然后我就得百分之三十吧 啊 百分之三十 比如说 我们那个位开支 然后十五千对不对吧 你哎 你找不出 然后那个一千五也要出吧 对吧 那个开支晚班 他不能都承担三千多 对啊 然后我还就 他一直上班 我一直上班 然后现在目前 家里面开支晚 我去 这个承担每个三十万 我觉得不对 还是问题啊 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 对不对 然后经济上面 是不是 然后肯定是大家共同 共同服务 现在目前在处于上升 这个年的阶段 更多的是在于 然后需要女教兵的支持 其实我是很震惊的 然后我是有一点排斥的 我不是特别的赞成 就是这一块 我看到刚才两个人 还是聊得挺长时间了 其实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顺利的 但是呢 有一点我想问男嘉宾 因为你是比较明确地指出说 希望每个月的开箱 女方要承担百分之三十 对不对 本身嘛 家庭是大家共同的 都是应该要共同 去付出跟努力 但是我很好奇啊 有如果说当女生 刚好处在一个怀孕阶段 或者生育阶段 哺乳期 当下女生可能是 没有经济收入的 那或者还有一些 反正特殊情况吧 就导致女生 可能没有经济收入 那这个情况下又怎么办呢 家里面肯定是继续的 然后往家里面开支嘛 对不对 家里面回来开支 但是你也是暂时的嘛 对吧 你说你然后玩之后 短时间就说 然后可能没有收入 对不对 都暂时的嘛 你能够接受的 暂时他没有收入的 这个时间是多长呢 不过说这个时间的话 两年应该 超过两年 我现在自己都承受不了了 他没有家具圈 他自己就觉得生活上面 就觉得打算比较宝位吧 那两年的时间呢 相对说孩子才出生一年 他这么的小 那谁去带这个孩子呢 我们是去请保姆呢 还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事情然后到了这一天 我觉得然后有通法解决了 那这样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更为真心的一些话 也许需要把你们两个分开 我单独来跟你们聊 那我们就先分开采访一下 好不好 好 走 两人在家庭境界上的分配 产生了一些分歧 那么此时 女嘉宾的真实想法 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是你现在对男生 那个印象怎么样 第一眼见觉得还可以 而且我觉得他人 就是看着还挺年轻的 也挺帅气的 然后相处下来 我觉得他人比较那种温和 也很包容人 就是他说可能经济来说 要承担百分之三十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特别能接受 我感觉就是对自己压力 可能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压力可能还是特别大 就是说你有能力 你承担多一点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对这个家可能经济这方面 可能承担少一点 付出少一点 但是可能比如说 照顾老人小孩这方面的付出的一个实际来说 可能我会多一点 你确确实是觉得 可能你支付起来 你有一些压力呢 我是觉得我确实是 支付起来有一定的压力 因为我们在区域线吧 然后工资 第一个不是特别高 第二个 之前我们家也有老人嘛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开销 我觉得你反正提出这个 你不舒服的地方 就我也能够理解 那这个问题呢 可能我也得去问问男嘉宾 看他到底怎么说 好不好 好好 那你稍微等一下下 好的好的 特派员准备找男嘉宾问个明白 而此时他们正和餐馆的一位热心大姐 聊得火热 就是机会 你才提到这条送 我看你们两个也聊了很长时间 那阿姨可是 应该是过来人很有经验了 然后阿姨呢 是我们节目的热心观众 刚刚在旁边跟我聊了很长时间了 这段还帮你参考参考怎么样 里面确实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想来给你反应一下 但确实他提到了一点 他可能会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就你提出说 每个月需要女生去承担 百分之三十的家用 成家在一起 经济都是共同的 我说我找的部分 对不对 跟你也有关系 都是共同的 那么至于然后不说 那么像家庭整体数据是两万 或者是更多 比如三万 那么那活力 那么来开支 其实无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量体采益的一个过程 那肯定不能这样子了 这样子会影响感情的 不行 不能花瓶力 作为我是一个婆子妈的那个角度 我会支持她的所有的开销 由我儿子承担 因为你不给人家一点空间的话 生活过得累 你不担心儿子压力大呀 压力压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 你要去挣钱 我只希望媳妇给我好一点 男人嘛就应该幸福一点 你好同情达理 就应该幸福一点去挣钱 刚刚我跟你聊过 我说只要他勤快 不管是谁 只要他勤快在工作就可以了 不要求别的 他觉得可能自己能拿出 一千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去达到 你说的这个比例 并不是说这个事情非要这样做 美国也然后比如说收入四千块 你美国就得一千二 不是这个意思 随后特派员又提出 针对女嘉宾四千元的工资 男嘉宾是否会介意呢 真心来说对 现在是基于现在目前的情况 不代表以后他还是这个四千块钱 假设他未来他就是这个样子 假设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什么都十千块钱 可能不到 对 我明确 我明确 都说现在目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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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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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都是四千块钱 我能接受 就时间我也能够接受 但是他不可能四千块钱我们去 我们有很多信心 我会让他改变 就是说然后可能在这个 发行的方式里面 就是会做一些改变 有可能他不做一份工作 会做别的对吗 他可能就不做四千块钱 你把自己提升了 提升了然后你想要你工作 你工作然后获得了 然后你的收入跟着去 然后都成为了 就是说你还是介意 他的那个收入低了吗 是话是话 也不是 我现在只可以不介意 但是未来呢 未来我相信他不可能是四千块钱 假设对对对有可能 就算是假设不增钱对不对 他也不可能一直不增钱对不对 因为咋说了 因为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一直都是说 处于工作状态 他直接受不了 人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有可能学习力是降低的反倒 对有时候他可能他的思想反倒 还没有赚得这么快 那你是不是真的还能做到未来 那么长时间你也不介意 对啊 他其实比如说照顾老人 照顾孩子 其实这也是一种付出 对 他至少能够让你安心 在外面工作 挣钱 因为我现在反正也聊了这么多了 那你对女生现在印象怎么样 满意 那你是觉得 就奔着想要成功去的是不是 对吗 我问他 他说80%牵手 从外面看的话 他们还是很般配的 很般配的 你们觉得哪里 年龄啊外表 配啊 很配 如果你对女生这么满意 接下来怎么行动啊 就怎么表示啊 你会做吃的吗 我会做 你会做呀 很简单的 简单的会炒菜吧 我们有炒菜也有 面条也有 阿姨说我给你提供 可以 我提供给你 你自己弄厨房 那我没用过 用过教你嘛 好吧 走吧 那就跟阿姨去了 虽然在经济分辨上 还是有些分歧 但男嘉宾却依然决定 继续追求女嘉宾 并拿出了自己的诚意 感觉到在寒冷冬天 然后有一份温暖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捏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 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芝老可喘 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完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芝的肺 老可喘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补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 OTC国药准字号 福禄康牌 熊男粉冠名播出 福禄康牌熊胆粉 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 清热明目平干 对干好 长聚会咽喉童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干好 眼睛中眼睛疼 用OTC国药 福禄康牌熊胆粉 对干好 干好有福了 有福有禄有 我们的电池楼是很高的 15个县网 他居然没把它煮服务 也还没煮脚锅 所以说很成功地煮到这两碗面 还是用心的 挺细心 还是挺细心 对 你们来得一起啊 应该说从外表看的话 浪财磷苗 是吧 浪财磷苗 应该珍惜一下 一个家里那个 中复有一些 蓬蓬可可 那才叫生活 热心大姐的话语 能让两个人有所启发吗 他们最终又能否打相顾虑 走向彼此呢 大家看到现在天色是已经暗下来了 我们真的是相处了快大半天的时间了 那也来到了我们盲盒环节 接下来呢 我们会抽出一个问题 也希望我们男女嘉宾都能来回答 好不好 好 本轮的问题是 再婚家庭 你们最看重什么 我的情况啊 今天通过节目也有所 连讲了也欠面嘛 对吧 同时我对在意的就是那个 关小孩的问题啊 我不知道 因为女嘉宾在那边没有 没有过经历嘛 我不知道在这个小孩 小孩这个板块 你内心是咋想的 我觉得跟男嘉宾相处还好 我觉得她的孩子可能 性格也需要她 但是也会有这种担忧 就是孩子的一个性格 能不能更好的融入一个 相当于说我的这个 身本就是阿姨啊 或者说 未来在一起肯定也是要喊你妈妈的 对 那她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分开这个事情吗 知道 还是知道 对吧 对她你觉得影响大不大 还没有影响 还没有 平时她妈妈对她的陪伴多不多 没有 没有 没有陪伴 就没有打电话 然后可能就过春节的时候 那个打个电话 或者待会晚两天 孩子会去比如说跟你们平时聊到妈妈 然后说想妈妈吗 就不会起这个问题 还不会去想这个事吗 你的家庭确实还是很需要有一个 女人走入这个家庭的 那要不然这样吧 我还闪个电话 方便吗 然后你跟她的侧面 了解了解孩子 可以啊 我看个视频 可以 好 怎么看她这里跟我说的 来 哈哈 你看 我在外面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哈喽 哈喽 你想不想你爸爸呀 想啊 想呀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看你了 你还不开心 开心 你要不要爸爸回来给你带什么礼物呀 不想要 你就只想要爸爸回来陪你是不是 好吧 就这样 晚点再说哈 好 去吧 好好好 感觉到出来平时跟你感情还不错 对 跟我感情很好 可以说然后从小都很好 而且然后很压我的 就是那个在外面去玩的话 都是在我身边 因为这一年已经去成都了嘛 那之前你的重新的时候 是不是陪伴还是比较多的 对 反正没错 就会带到我身边 我感觉哈 就是 作为爸爸来说哈 其实男嘉宾 是很有责任心的 非常 对 人非常的有责任心 因为 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说的 就是孩子更联系的话 那就说明谁付出多 要陪伴时间 就会更多一点 好 现在呢 马上就要到最后的选择环节了 其实男嘉宾的态度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显而易见了 通过刚才去给女嘉宾下这碗面的举动 就能感觉得出男嘉宾是选择签手成功的 没错吧 对 男嘉宾一会儿 准备好你的微信添加好友的二维马 女嘉宾如果愿意选择签手成功 则扫一扫添加为好友 两个人呢 可以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 好不好 那如果女嘉宾选择签手失败 转身离开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走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丸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立东进补 来年打虎 立东了 老年人要进补 咱老年人的肺和咱们一样 老了肺功能变差 更需要好好补补 天一朗了 这老曼之老可传可就难过 是时候该补肺了 养无几补肺丸 帮你补强肺功能 老年人的肺 老曼之的肺 老推船的肺 立东都要补一补哦 立东开始补肺 补肺示范肚肺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中药补肺完提醒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关注老年人 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 养无几牌中药补肺完 每天两碗补强肺功能 3 2 1 女嘉宾请做选择 哇 添加了 添加了代表什么呀 牵手成功了 是不是 对对对 非常感谢今天女嘉宾 给我这个机会 重任时 今天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但咋说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 希望未来两个人能够有缘 走到婚姻殿堂 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好不好 那就加油咯 今天辛苦二位了 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再一次的恭喜 本期的男女嘉宾能够牵手成功 那当然了 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 在我们的节目中 寻找到有缘人结束单身 赶紧不打电话8805 8805参与俊来 也可以到我们龙湖新衣城 二楼的凡人游戏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进行现场报名 那么节目最后呢 口号还是要喊出来的 爱情靠中曲 为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